大家好,欢迎收听《会讲没没油耳电台》,我是阿丹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个苏老师 他的专场是研究这个液晶跟补卦 还有这个乾坤八法的这个领域的专家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他来上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要跟大家谈谈这个液晶 还有补卦的这些基本观念 那我们欢迎苏老师 大家好,那我用国语可以啦 可以可以,都可以 那主要是来讲这个液晶这个运用 我们学习液晶主要为了目的 就是说能够实际的去做一个运用 那这个大家对这个液晶的观念来讲 都会觉得相当的一个深奥而难以理解 好,那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周一细子的一个版本 看圣人那个心得注释 都很难理解说圣人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液晶到底能够给我们什么 那就好像很多道理我们看了都懂 但是要运用的时候不晓得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一道乾坤八把这个方式 透过普卦这个方式把液晶的一个智慧 它的一个学术的一个 根据它一个学术理论跟那个转换过来的一个运用的一个智慧 这我们讲的叫做一个普卦的一个方式 用这个方式来呈现出来 可以让我们在针对我们每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内心想要了解的事情 或是说疑惑的事情或是说忧虑的事情 都可以透过这个一道乾坤八把 然后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就是说未来的一个吉凶的一个结果 以及给我们一个好的一个建议 因为这个像补卦它算是很古老的一种 怎么样 论断吉凶的方法 就是知道这件事该做还是不该做 那它也算 就是说它是古老的一个技术 其实易经的历史相当的古老 如果说要以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当然是在大概五千五六千年前 胡锡圣人那时候所传下来的 但是这是其中大家普遍是那个看法 那真正的来讲 其实易经的存在远超过这个时段 以易经来讲 它所讲的是一个因果的一个法则 因果法则是我们这个世界道场 就是我们地球 就是我们人间 你做任何事情 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未来轨迹 这都可以从易经的这个方式去帮我们找寻到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这个就是所谓的预言预告的一个方式 而这种预告的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透过学习它就有办法去理解运用的 所以会衍生成这种补卦的一个方式 得到这个卦象 透过卦象来理解我们的一个条件 形状样貌 然后进一步去分析出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极胸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发展极胸之后 可以去从里面的一个因果势力 然后提供到 就是说得到一个非常适当的一个建议 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那未来发展不见得一定迎合我们的一个期待 是 那如果不能迎合我们的期待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问题 我们常常在讲说 对事情要乐观看待 你若不能乐观看待 那你必然不能理智的去应对事情 是 因为心一旦造极的话 那我们会失去反常 就是说会让我们的一个思虑 倾向于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是 这会造成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 那人生总是在一个选择 你每次都选择正确的话 那当然人生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我们先谈一下补卦的方法 因为自古我们知道补卦有很多种 什么用龟壳 还是说用也有翻书的 还有什么抽签的 那我们苏老师 你这边所学习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要从大概从文王挂 金钱挂这个方式来讲起 如果说以古时候 他用的方式更加复杂 他用四草 四草这样去分出来的 那后面经过鬼谷子先师的一个概量 用的是金钱的方式 你大概拿三个铜板 然后连续指六次 去判断出 从一个挂里面有六药 所以要指六次 然后从底下直跌上去 看你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挂像 这是所谓的文王金钱挂 也是现在目前算是最流行的 最广泛的 像大家如果说去外面去学习普划的方式 是大概六药方式的一个断法 都是属于这一种 那这一种有一个问题点 就是说你得到挂像 你不见得能够做正确的解读 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能做正确的解读 不能做正确的解读 有很多理由 像孔子有讲相爷者相爷 你透过各种方式所取出来的挂像 它是一种形象 是一种象征的一种感觉而已 那你如果说我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说你看一朵云 可能我觉得它像一朵狮子 对 但是你从别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它像一朵大象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像也者相也挂像都是像 而这个像会根据你内心所感知的 你的认知而去做你的解读 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算是吉凶未来的预言判断 完全是得靠你的经验 跟你的智慧 对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沾纹着这件事情的一些理解 而去做选择 所以所有的补挂都是 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所以每个补挂都是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个来讲就是说我刚刚所针对的是属于文王金钱挂这个方式 才会有这个状况 那别的方式的话 别的方式的话 通常像比如说像梅花艺术 或者是孔明马前挂这一类的 就是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给我三个数字 我可以给你一个挂像这一种 那这种的话大概它的变化不多 也就是说每一个挂 它的只是动一个一摇而已 那这样的话它的解读会比较简单轻松一点 会比较容易正确一点 而不像文王金钱挂因为你用三个铜板这样去摇出来 它可能变化会多一点 这是属于可能比较专业性的范围 如果说大家不太了解这个没有关系 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关心一件事情 从头发展到末端 那待我们一个开始 会应该会经过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然后达到一个未来一个吉凶结果 应该大家可以理解这个部分 那我所谓的一个关键 如果说这个关键只是单独唯一的话 那我们比较能够从这个关键里面去筛选出 我们应该做的一个建议 那如果说这个关键有很多种 那可能没有办法去掌握到真正的一个重点 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那老师你使用的补购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这个讲就是说大家所熟悉的所谓的趋子神算 趋子神算是真的真的有这个学术 而这个大部分都是像先佛或者是神明 他们所在运用的一个方式 只是我们从小到大在电视节目上看到的 会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虚构了 因为没有实际上去运用到 那他的真正学名叫日克 日克的话是根据我们所得到的一个时间点 算是一个触击 就是说我们心中所关心的事情 然后我想了解这个我心中关心的事情 未来的发展急凶如何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心的一个起心动念 这个叫触击 而触击所遇到的 你所能够得到的任何挂象 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算是环境 这环境的一个 现在比较大家会讲到量子力学的一个讯息场 他所给我们的一个答案 而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透过易经的一个道理 他可以完整的呈现出挂象出来 那如果说你用那个金钱挂的一个方式 你不太容易解读 好用比如说梅花艺术的方式 其实你也不容易解读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易道乾坤方法 这个所谓的曲子神算这个部分 曲子神算是这个吗? 对 人家这个就是曲子神算 对 但是我们是给他转成像这么一本书 只要你心中关心的事情 你直接翻开就好 直接翻开来 这本书里面他有384种挂象 每种挂象 他针对我们人生所关心的 财运 身体 感情 运势 他的吉凶毁令都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我们会省去了一种 你所谓的断挂的一个过程 这个断挂的结论 都写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不管你得到什么样的挂象 你都可以知道这个挂要跟你讲什么 以及要提供你什么样的一个应对建议 所以我们就直接翻开这样子吗? 这样就可以 因为这属于一种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的一个神机上的感应 所以我们先想好问题 想好问题 想好问题 然后我直接翻开 然后看里面写的挂象是什么 比如说他这边有写 财运感情身体运势 然后他就有写说 比如说可论令 他里面有吉凶毁令 这是属于吉凶事项 如果说你翻到的是属于吉 或是凶 大概我们就知道说一个进跟退的一个问题 对 其实我们人生在做选择的时候 重点在于进还是退 对 这个挂象 你得到挂象 告诉你是吉的时候 那代表你应该积极往前迈进 如果是论凶的话 那当然我们要退而保守 甚至要能够去尽量的宽心的去接受这个结果 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心能够定下来 而不至于太过于照望的 想要去比如说追求我们所要到达的一个目标 然后在那边白忙一场 那至于是得到悔 得到悔的话 后悔的悔 那跟吉是差不多的意思 只是说条件还未足 你还是要继续积极的意思 那如果得到令的话 这令比较特别 他是属于由吉向凶的过程 坦白讲比凶更不好 那代表你的行为思考模式已经偏离的正确的方向 特别要去反省自己 不要再往这个方向去做思考 或是去行动 是这样子 像我刚刚怎么翻都翻到凶 那就是这很 我问一个比较大家会遇到问题 像我去抽签 或者是我们去算命 或者是补卦好了 我们常常会看到有抽到中 有抽到下 下下 中下 或者是凶 这种 然后 这 我们很明显的 就是一开始的反应 直觉反应就是觉得 这件事不可成 或者是不能做之类的 但是 老师我们这边是强调这个心态的问题 对不对 如果有没有说可以建议我们说 如果我们真的不挂 或者是抽签 受到不好的挂项 或者是不好的签施 那我们要用怎么样的去 怎么样的心态去对待 这大概有两个层面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你的 关心了这件事情 如果说 卦医师跟你讲论凶的话 那代表你现在的条件 你的行为 或是你的思考模式不适当 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待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包法里面 他这个都有事理续作诗 事理续作诗是来讲我们 关心了这件事情的因果 以及他那个理道的 那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得到一个最适当的一个建议 如果说这个目的非达到不可 或者是我已经走在这个路上了 当然 期望一个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那你就照这个 事理续作诗的建议去修正你的方向 或是说修正你的一个应对的一个状况 这是这个样子 那另外一个层面的话 就是说必然是论凶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就是说这种挂抑的时候 是代表说 你在怎么努力 或是你在怎么积极 那结果都没有符合你的一个期待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考虑的是 你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个目标 或是放下这个执念 这不管怎么样都是让你 不需要再去走一个冤枉路 人生有时候说人生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知道说这个事情 我不需要再花时间了 我应该放下了 对你人生来讲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也是一个好的提醒 如果说你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然后去礼物到说 为什么我应该放下这个道理的时候 那也代表你的人生的一个智慧 就是你本身的智慧 有所成长 其实人生遇到困难事 这是属于上苍再施恩 属于先佛关注 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的让自己成长 这个是真正的一个重点 那易经普卦这个方式 它是让我们能够先去彻底的了解 我们未来 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那未来是如何 是 然后让我们自己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应对 这对人生的修行 或者是说让你如何定心安心 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其实这才是易经真正的一个 算是一个目的 学习易经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定心 让我们如何的遇到任何事情 我们都能够理智的安心的看待 那假如说我们想要自己补挂可不可以 这当然就是可以的 我们算是推广这个易道乾坤法法 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自己运用易经的一个智慧 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是 得到一个建议解决问题 因为现在人很多事情 他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 不管他的人生经验 或是他本身的理解智慧来讲 可能没有办法针对他所关心的每件事情 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 那易道乾坤法法就是帮助我们去分析我们各自的条件 这个是包括环境条件或者是无形的 幽门上的一个条件都涵盖在内 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而这个方式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你只需要运用这本易道乾坤法法 把你的问题想好之后直接放 比如说把这本书放在前面直接给它翻开 看你第一眼看到什么挂像 那个挂像所指的就是针对你关心的事情 所要呈现给你看 而这个来讲你的解读来讲 因为像财勤体育的吉凶鬼令 刚刚有解释过 应该进退来讲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要看这个提供建议的话 因为我们的建议就好像我们去庙里面 所在戳的这个牵丝一样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困难 解读上有点困难 那这方面也不用担心 你只要多念几次 多看几次 让你入心之后 自然能够产生体会 这个我们在讲 在属于我们八法运用上 一个倒悬的部分 这个倒悬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或者是说没有办法解释 而这个会有这方面的状况 就是说这种情况展现的一个理由 那当然是在于说 这本八法意见的运用里面 它有鲜活的提点在里面 那假如我 譬如说我今天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补了一个挂 好 那 譬如说这个挂跟我说的不是说 比如说是令或者是凶好了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再 根据同样的问题再补一次挂 是可以这样子吗 这个要看你问的事情 那通常来讲 它当然要有一个间断的时间 那主要这个理由是在于说 如果说你的环境产生了变化了 或是你的条件产生了变化了 那么你再来占卜一下 看我现在的变化是不是 能够符合我们的期待 那时候是可以去做占卜的 所以他没有说 建议说大概一个 同样的问题隔多久再补 会是比较适当的 这个是外界正常的说法 那基本上在三个月或是一百天之后 这是一到的数 五成十变的一个道理 但是我刚刚所讲的重点是 如果说环境产生的变化 或是我们个人条件产生的变化 那当然它的结果会产生变化 但是你也不能说 我今天才刚刚起这个卦 我明天就想再来起卦 这也是不适当的 这样那个 之后起的卦的卦象 是不是就是 就是会偏 是不是能够偏向好的方面 要看你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如果说 譬如说今天起个卦 明天又起个卦 那明天起这个卦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 这个易经有在讲说 就是不恶谱了 一件事情 同样一件事情 你不要谱两遍以上了 这样的话意义不大 主要是这个样子 但是因为我刚刚有讲 我们这个有道玄的部分 也有一些实证 针对一件事情 然后他去沾同样一件事情 结果得到卦一都是一样 这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你用这个把法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老师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有没有 有人用这个占卜的例子 然后帮忙他或者是 帮忙他不管是找到他 达成他的愿望或者是 叫他不要那么的 这些例子 有没有实力可以分享 这种例子相当多 我在 我在那个脸书 学一门乾坤社团里面 我有放那个日课挂例吉凶的一个 就是说那个 分享的一个档案 里面大概有几百个挂例 那都是实证经验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自由下载 那如果说以像最近的经验也很多 对 老师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个 最深刻最近 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 那就以最近的 最近的例子好了 有一个他是去那个 山山爬山 对 然后回来之后发高烧 送到医院去 医生查不到理由 是 查不到病因 那我们这个民俗上 正常来说 就会觉得他是卡住 卡住 这个来讲 因为医生找不到理由 然后一直发高烧 也没有办法出院 那时候他翻了八法 八法得到挂像 这个 他是直接挂像跟他讲 这是卡住吗 真的喔 真的卡住 挂像真的跟他说 这是卡住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这个是 三天后 自然而然退少 没做出力 没做出力 自然而然就会退少 然后第三点也有建议 因为是卡住 对 所以卡住我们要做一些 那个驱除的一些动作 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是给他建议 就是说 持送一下九旋禁法戒真言 这是九天旋旅 传下来的 一个禁法戒真言 三天之后他 烧就退了 真的喔 这是很实证的一个经验 真人实事 那如果说在另外一个例子 也可以讲 也是最近的 他是要去应征 应征一间公司 那在应征面试之前 他先放了一个挂像 那挂像 他得到挂像 挂一都是论级 论级的话 基本上代表 可以 可以被录取 那也可以去做 因为以财运论级来话 论级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薪水可能会符合你的期待 或者是比你之前还好 后面拒之 他这个薪水是四万多块 他之前的薪水都没有超过三万 然后感情也论级 那代表说他去这个工作环境 他会觉得舒服 符合他的期待 身体也论级 那也代表说 这个工作也没有很超 也会去影响身体健康 运势论级 那是代表说一定会被录取 这就是上上天了 对 然后那个挂像也特别有讲到 他是会在哪一天去上班 至于说要如果去看 这当然不是说大家如果说 拿了这本法法去返华 就可以去理解了 因为这就需要去进一步去学了 这是属于取子神算的一个精髓的部分 所以我想说 我看这上面都没有说到什么 比如说三天后 或者是什么时候会上班这种日期 这个讲在关键事件里面 那我们这个办法是关键事件前面这一段大概一半的一个资讯 这个是属于你有学习易经普卦的一个知识 那这样的话你才有办法透过自己去好好的学习去了解的 那这个来讲都不需要拜师了 也不需要去找老师学了 真的 以先佛所传的一个法来讲 他的里面的术座的理道都是清清楚楚的 只要你有兴趣的话 你照那个理道去思考研究 你都可以得到答案 好 而为什么易经讲说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靠教学的一个部分 因为易经他所给你的道理是你得去体悟 体悟的过程需要你相当的用心 你才有办法去深入 这个是重要的理由 如果说你想要去学习一些基础的 那你基础的你自己上网去查可以得到 不需要说特别去拜师了 对 好那你说想要深入的 因为这个深入的 你没有透过自己的体悟 你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救见 因为体悟的过程需要体验 你就说你要有经验 或者是你透过你这个在你的脑筋里面 针对这个事情你去做一个 为什么比如说 从这边到这边他的理由在哪里 从这个这一句转到这一句 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写 他的学术根据在哪里 他的理道在哪边 那你透过这样的去思考的一个训练 你的脑筋里面的逻辑 以及对这个易经的学术 他所讲的一个认知 你才会真正的入心 而这个过程每一步 每一步都是你体悟的过程 而这一步是没有老师能够教的 这是重点在这边 老师可以教你方法 可以教你这些基本的学术 但是没有办法教你步道 嗯 嗯 了解 那 呃 最后我们想要请问一下老师 就是说 欸 不管是易经 还是补卦 或者是老师 你所接触到的这个 呃 道理 或者是世界 你的 你的观念 好的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 欸 什么都可以 就是你最想跟大家推广 欸 什么你的理念的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我个人的认知 嗯 呃 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道场 嗯 是一个虚拟世界 是先佛所创造的虚拟世界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边啊 很多人都说 他有带他的一个天命 嗯 其实天命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执行目的 嗯 就好像老子在讲的 天命之畏信 率性之畏道 我们所谓的天命就是顺我们的信 去做适当的事情 嗯 发挥我们想发挥的事情 嗯 好 然后这种 这种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当然会因为这种方式 你会 就是说你我们的执行想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的志向 你可能会遇到各种挫折 对 然后各种考验 对 这个来讲都是在每一个挫折跟考验 都是在提升我们的应对智慧的一个机缘跟方法 嗯 其实这就是先佛创造这个世界的重要目的 因为我们透过我们人生的体验 可以不断的让我们的灵性 提升 提升 一直提升一直进步 嗯 提升一直提升进步到 所谓的像先佛那个状况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是所谓的像 宗教家所讲的 嗯 能够回到所谓的真实世界的一个 情状样貌 嗯 这是我们入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老师意思就是说 我们身在这个地球这个空间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 就是可能先佛创造的一个修行的空间 我们都是在这里 对 透过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情 来提升自己 对 所以说 那个 大家能够理解 就是说 你遇到困难 你要能够用这个角度去看待事情 嗯 也就是说 这属于我的成长机会来了 这样的话你会很乐观的 或者是说 比较容易乐观的去看待你所遇到的事情 是 那这个我们在讲说 一个成功的人士 通常是一定要具备这方面的一个态度的 那如果你了解我们这是虚拟世界 对 以及了解我们来到这个人生的一个目的的时候 对 那你会更容易的去应对这方面的一个状况 然后你再配合我们遇到乾坤爸爸 帮你指明了一些方向 未来的吉凶方向 以及你应该对这件事情所做的一个建议的时候 那对你的修行 或者是对你的人生经营 肯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先佛 譬如说我们遇到事情去 不管是基督教也好 或者是民间信仰也好 去求神拜佛 都是希望能获得一些指引 但是真正的要去解决这个困难 还是要靠自己 还是得靠自己 因为你去求先佛 或是求各种宗教的一个帮忙 其实都是一种依赖性的一个行为 这种依赖性的行为 并不能帮助你完整的解决问题 可以说可能你现在遇到问题 透过这个方式解决了 但是你下一回 你又遇到相同的问题的时候 你还是得依赖他人 没错 那这样的话你的智慧 你的应对 或者说你的道性没有办法增进的 是是是 这就好像在考试啊 对 透过别人帮你考一样 你自己去盾逃的这种人生的考证 其实是有点可惜的 对 的确 好 谢谢老师今天来 就是我们下岗的这边来办这个 《易经乾坤八法》 《易道乾坤八法》的这个讲座跟体验 然后也让参与的这个大家 能实际的用这本书 然后来实际的进行补卦 大家自己有自己的问题 然后透过这本书来寻求一个指引这样子 然后也谢谢金金老师来这边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很有趣的概念这样子 非常谢谢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